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夜就到夜市摆摊 但是聪明用错地方了 他后来开始经营地下彩券 甚至硬卫钞 让他必须要在牢里花上六年多的时间思过反省 在这段时间 他错过了三个儿子的成长期 就连老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 付出了这样的惨痛代价 让他决定洗心革面 出狱之后 在母亲的帮助之下 就以童载机开启他精彩的人生下半场 刚出炉的汤阿鸡热气奔腾 焦糖色的外皮油亮薄脆 内层肌肉鲜冷多汁 最高纪录一天就能热卖多达四百只 拥有炉舟第一机的美名 幕后推手吴士玄 每天上午十点钟开始酝酿美味 这是温体的 都要都要把它检压检检检检检检检一下 因为现在 五个都电载长出来的 机制的那个 频管都现在蛮严重的 1.6多1.7嘛 1.6到1.7 清晨电载后急速冷冻的温体机 每天上午到货 退冰后仔细清洗 去除血水和气管 同时也再次检查新鲜度 接着才能进入美味的关键步骤 腌渍入味 记得毛细孔是往下 我们往上就把盐巴跟香粉推上去 十多种中药材 逆制而成的腌粉上阵 外层得和毛细孔逆向而行 内层也同样得涂抹均匀 不同于多数汤阿鸡 大量的浸泡式腌渍 吴士玄坚持 每只鸡都得有专属套房 一般这个浸泡式的 我不会去试用它 是因为它的鸡的本身的味道 跟口感都已经被浸泡过程 有些破坏掉了 所以我会这样子单独一只 这样子把它做制作过程称为 然后再送入冷冻库里面 把它冰起来 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六到八小时的低温加持 提升入味的程度和速度 退冰后就能烤制 其实我在设计这个桶子之前 我有衡量过它的回流跟一些在烧火的过程 我发觉到我们的火源并不是直串的 它是一个螺旋转有空气 遇到空气它就会成为螺旋体的一个火源 所以我这里会开动 开业七年不只是多次针对烤炉做改良设计 让他该的外酥脆内多汁 就怕客人久等 吴士玄更定制了大型烤炉 先将鸡汁烤到半熟 而在送进烤炉前的这个动作 也攸关肉质口感 全部把它骨头撕开 然后让待会在烤的过程中 它们的肉骨髓会沿着那个撕裂的部分 浓入在鸡肉里面 所以会鸡肉就不会柴柴干干的 40分钟的第一阶段烘烤 鸡汁从白衬衫换为卡齐服 顾客上门才进入第二阶段烤制 上层直立吊挂 底部锅盘装水 避免起火的同时 也能装成烤制时滴下的鸡油和鸡汁 15分钟的第二阶段烤制 这一次从卡齐服换上焦糖色皮衣 单吃原汁原味 或是搭配特调胡椒粉和辣粉 都让人爱不适口 而吴士玄还进一步推出正宗的甘蔗鸡 烤制过程不只是底盘铺满甘蔗皮 鸡度更是塞满甘蔗 在甘蔗糖分的催化下 甜味和外皮脆度都提升 还有蒜香浓郁的蒜头鸡 甚至是香辣口味的辣膜 这个它的入味速度会比较快 会呈现它的香跟麻辣 它有120万度 这墨西哥的来的品种 墨西哥魔鬼胶制成的辣粉腌渍 辣膜口味顾名思义 麻辣指数破表 让嗜辣饕客又爱又怕 多变的口味 也让它成为新北芦州的人气名店 我已经是汤阿鸡界的名人了 有时候都不敢去别的地方吃汤阿鸡 因为人家也要来探情况 开业超过七年 从路边三个炉的小滩 到现在十个炉的大店面 甚至规划进军中国大陆市场 吴士玄的眼底尽是骄傲 难以想象早年的他 其实有过一段放荡不羁的岁月 从小不爱念书 国中就跟着朋友逞胸斗狠 毕业后放弃升学 先后在成一场做学徒 在夜市摆摊还开过自主餐 最后因为投资渐检中心失利 不堪亏损而硬制未超 入狱一关就是六年多 父母亲年事已高 不只是咬牙为他养育三个儿子 也从未放弃过他 我都直接到家里 直到朋友用车载我去 到后我想我麻烦了 我跟着一台自主书 在那里 都骑自主书 在车车载 那段路 骑到六岁去 从原厂骑机车到嘉义监狱 大概要有 一两个小时左右 可是我妈每隔一两个礼拜 就会去看你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每个星期从台北南下探望 从未间断 在老母亲的心中 只有一个愿望 我去人家去看我 也说你住这台好好坐 不能够了解 你如果好好坐 到后 放你回来 大门开 不管是都开在等你 你再买也是我的儿子 六年多的牢狱生涯 吴氏玄对儿子 对父母亲都满是懊悔和思念 甚至直到出狱回家的那一刻 才得知父亲早已病逝的噩耗 你不要进去 你在这里坐好 你儿子去牵你爸爸出来 你拎大人去看你爸爸出来 我来看你儿子 用那边拎大人看 然后我哥哥跟大儿子 就把遗照拿出来 那种挫耳感就 我现在不会怎样心 那种难过 捨不得 会怎么会这样子 那种无奈的心态都浮出来 就跪在地上 梦敲头 再多的懊悔 也判不回老父亲的一个拥抱或微笑 也更加深他重新振作的决心 只是头半年 因为更生人的身份 让他求职过程四处碰壁 最后在老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 开始趟阿贵的生意 如今开创出另一片天 挥别过去的荒唐 归零再出发 现在的吴士玄 脚踏实地地撑起一个家 为自己的人生开启另一扇窗 也画上一道美丽的彩虹 你看我现在家庭大家都很快乐 就是妈妈的身体也照顾得到 自己家里面也照顾得到 就爸爸说不能败 那个责任我也把它担下来了 中国菜各有千秋 其中徐州菜倒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 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料理 非羊蝎子莫属 这道菜名乍听之下有些吓人 但其实所谓的羊蝎子 指的就是羊的脊髓骨 切成容易入口的宽度 这个形状看起来很像蝎子 顾得此名 也因为肉质带有筋膜或是胶质 必须要卤到软嫩之后 再加以辣椒酱还有香菜拌炒 吃起来净辣有味 啃完肉之后再吸骨髓 更是浓香味美 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到这位 道地的徐州姑娘陈敏 要将好料端上桌 邀您一块共享 我们家的所有的菜 即便你到了徐州 也未必能吃得到的味道 那我在开餐厅以后 我主要的那个菜的味道 也都是我妈妈做给我们吃的味道 远从徐州移居来台 原本对料理一窍不通的成名 因为思念家乡的妈妈味而拿起锅铲 意外写下她的美味人生 故事就从装排料理洋蝎子开始说起 它会叫羊蝎子就是因为它这个形状 你知道吗 很像蝎子的那个形状 那就是选羊的脊椎骨的部位 整个那个脊椎 它的肉会比较Q弹 比较Q弹 吃起来没有那么彩 然后它这边有 你看它这边苦水啊什么东西的 然后熬的时候像这种 像这骨头里面的那种盖子啊什么 它都会这样子释放出来 用水洗去血水也带走羊骚味 羊蝎子得先密制炖煮 再翻炒入味 要先放姜 先炸这个姜 姜片 葱蒜 八角 花椒 依序爆香 接着试看妈妈一起研发熬煮的辣酱 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放的这个 这个才是我们家的秘密武器 这个就是我跟我妈妈 我们一起在家里面熬出来的这个酱 新香食材加上辣酱爆炒的同时 还得借助芹菜的香气和洋葱的甜味 炒到那个里面脆脆的 但是那个甜味也要炒吃放出来 炒焦了以后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火候拿捏精准到位 但其实成名在来台之前 根本从不进厨房 研发菜色过程 却也从未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我属于比较有天配的那种 很少失败 这样有点受益了 是真的啦 我很少 我做菜基本上我会先想好 大约怎么样做 做出来的话 差不多都跟我想象中的 是差不多的 大喇喇个性的背后 其实思绪比谁都要清晰 洋葱炒出甜味后 洋蝎子就能下锅 这是我们家的洋蝎子 这个炒这个时候就是 不要再用铲子了 因为铲子会把它的那个肉肉 给它铲掉 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 会变散 如果用的话也要贴着这个锅底炒 洋蝎子下锅 在锅里和所有食材共舞 浓郁香气也在厨房里奔腾 招牌美味的洋蝎子就能上桌 这就是我们的洋蝎子就炒好了 翻炒入味的洋蝎子 特殊香气难以言语 裹满酱汁的Q嫩古边肉 和洋葱更是滋味绝配 可玩洋蝎子锅底酱汁还能再延伸出另一道佳肴 因为我们家这个汤头 如果说我再去煮火锅的话 反而就是大家可能就吃不到我其他的菜色了 那火锅市面上那么多的火锅 我们就不去给人家去再去做那种东西 可是我们这一锅汤真的非常好吃 丢了又很可惜 那我后面就想说那我们干脆不做其他的主食 不做白饭 因为北方多半都是面食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用它来煮面条 面条洗去面粉避免糊了汤底 下锅后吸附洋蝎子酱汁 煮出的汤头风味令人难以招架 要把这个料要把它爆香 不吃羊的陶克则会被成敏的地锅鸡 给彻底征服 来自苏北地区的辣椒干花椒和姜蒜爆香后 鸡肉跟着下锅 入味的同时把那层血水炒到收干 持续翻炒30分钟 考验的不止耐心还有毕丽 我们家的那个鸡锅鸡还 那个汤头好吃 就是因为炒的这个功夫 除了你一直喝下来 两个酒店应该是正的 真的 有脂肪的 鸡肉一大块 感觉像练家似的 其实都是炒菜炒出来的 鸡肉炒到入味干吃 是徐州的倒立做法 但成敏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就觉得那样子吃的话会很腻 大家吃一吃就不想吃了 而且也喝不到汤 那我就会再加一些汤头进去 然后把萝卜跟白菜都同时煮在这个里面 不只是加料煮成汤 上头还要铺上饼皮 它之所以叫喝饼是因为说它会吸收这个会喝这个汤 所以才叫它喝饼 一片片喝饼在锅里噗噗噗 色泽逐渐油白转透 也吸饱浓郁汤头 上桌后搭配鲜嫩鸡肉 炖煮入味的白菜和萝卜 搭配微辣汤底滋味独特 而采访这一天成敏的料理军师77岁的老母亲 正巧来台湾探望女儿 也为我们示范拿手好菜煎焦炒小公鸡 这道菜我们家就反正我从小 就是每天看到这盘菜 我就可以吃一大碗白饭的那种 顾名思义用大量苏北辣椒干爆炒 可说是无辣不欢的老顾客必点 这一道成敏从小吃到大的妈妈味 却也是在餐厅开业后 才和妈妈拜师学艺 她呀 她就会吃 我这个女儿不看餐厨的时候 管会尝味 我在家里面是尝菜的 我觉得差不多烤了 我今天也比较快 因为炒一炒会苦 过去饭来张口的女儿 如今却靠着好手艺撑起一家餐厅 其实来台前的陈敏 在徐州原本是教体育的篮球教练 直到民国八十年 原在台湾的爷爷反商探亲 才带着他来到台湾 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 台湾大陆人很少 大家看我都可以看 那个木杂动物园的猴子似的 因为我也听不懂台语 她说去菜市场 跟我爷爷去菜市场 那个阿嬷想说 你是大陆妹啊 然后就给周边的 我听不懂台语啊 我还想说哎 怎么了 刚来台时最害怕的 还不只是别人的异样眼光 饮食更是让他难以适应 原本对料理一窍不通的他 只好打长途电话 跟妈妈远距教学 最后因为朋友的这一段话 让个性好强的他 决定开店展业 聊聊他就讲说中国大陆 他去大陆啊 吃到一道什么什么菜 说很好很好吃 说你们都没吃过 我跟你讲 那个多好吃啊这样子 我就想说 我在大陆跑 现在跑了很多城市 然后就想说 还有什么我没吃过的吗 我就要问他 然后就又喜欢 臭屁臭屁的这样子 结果一问他 讲说那羊蝎子 从这一道羊蝎子开始 到现在店里的料理变化 已经多到 成敏自己也数不清 但上门顾客 却早已吃过好几轮 从一个不进厨房的宝贝女儿 到一家餐厅的女主人 成敏始终没有忘记 妈妈曾经说过这一段话 我说妈你炒菜 为什么这么好吃 我妈就说一句话说 因为我想让你们 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很用心地煮给你们吃 就是这样子 我煮得越好吃 我的孩子越不会离开我 越想要回到再远 都想回家来吃 吃一口妈妈煮的饭 来自徐州的她 把心心念念的妈妈味 端上桌 一道道蒸修百味里 藏着的不只是 无可取代的亲情 还有成敏这些年 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滋味 大家小时候 自然课是怎么上的呢 不外乎坐在教室里 打开课本 看着图片 配上老师的讲解 不过呢 在接下来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带您 把教室场景 拉到户外 体验一堂生动活泼的自然课 回到节目现场 来认识这位 相当与众不同的自然老师 他叫吕君毅 今年30岁 台大昆虫系毕业之后 他选择真正走进昆虫的世界里 自创生态讲学 带领小朋友贴近大自然 同学们都叫他蝌蚪老师 他期待用自己的方式 让下一代 与昆虫还有动物之间 可以多一些互动与和解 猫咪看了一下池塘里面 看到了自己 大声招呼 他决定伸出左手 伸出左手 好 碰一下水 你太夸张了 什么样的课程 能让孩子始终保持这如此笑声 我可以 我可以 对 我可以 谢谢你 你敢吗 两只手 我可以 不要不要 不是你要把他胡须撑着 不能让他受伸 但笑声之余 还是有些小小惊恐 这是一堂没有课本的自然生物课 你可以 好 来 嘟嘴嘴巴 你会感觉到他身体滑滑 小朋友半怕半惊讶 试图和眼前这只大蚯蚓 再靠近一些些 听着老师的话 把蚯蚓放嘴上 假装老公公长出胡子的模样 30岁的蝌蚪老师 吕军艺不是叫自然 而是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 老婆 你要摸 对 好 那我要把它放回去了 你手上一下 对 好 曲弦来放你的手上一下 你把两个手 好 你跟 你跟余鸣一起 我耶 我耶 对 好 前一刻还怯生生的小弟弟 好奇心和同侪气氛驱使之下 从原本的静静观察 早慢慢地站在旁边 最后决定再是一次 这就是蚌蚪老师所说的 自然而然进入大自然 但你以为课程结束了吗 不 更刺激地来了 不是很会走路 你看 她的脚太长了 好 可是她很喜欢走路在 树上面 所以你要当成一棵树让她走 对 对 对 当成一棵树让她走 好 有失望了 有失望了 有看到吗 你摸摸看这里 摸看这里 有 摸失望 有没有 公园步道上 游什么 浇什么 一切都是纯天然 躲在树叶下 正努力结枉的蜘蛛 当然也成了蚌蚪老师的活教材 以为只是看看野外活体蜘蛛 讲解说明而已吗 错了 跟蜘蛛的亲密互动 才是重头戏 不要骂 不要 这里有楼梯 这里有楼梯 好 好 她这样在哪里 在我头上 在我头上对不对 差一点 你可能在我头上 在我头上 在我头上 好 奥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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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讲一下这个蜘蛛 奥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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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动 你放在你身上 那为什么她叫人面蜘蛛啊 为什么她叫人面蜘蛛 她说人家都说她的 她的胸上面有一个像老人的脸 你有看到老人的脸吗 在这里有两个眼睛 这一幕真的很难想像 蝌斗老师鼓励中带着坚持 要每位小朋友和蜘蛛互动 话语中好像有种神奇魔力 小朋友们几秒钟的时间 就跟蜘蛛玩成一片 不过注意到了吗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各位妈妈们 虽然有些人脸上表情有点怕怕 敬而言之 但始终没人出声制止 可是其实我会觉得说 其实小朋友他们就是一张白纸 所以他们其实不会怕 他们如果会怕 就是可能就是有大人怕给他们看过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可怕 对啊那我是觉得说就是 就是让小朋友就是早一点 就是接触到这些大自然的东西 然后让他们就是觉得说 小动物很可爱 原来蝌斗老师的自然生态课 主要对象是教导学龄前 三到六岁小朋友 开启对自然界的好奇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进一步了解正式 甚至把自己融入环境 重要的是也希望课程潜移默化之中 对家长产生影响 因为家长的态度决定孩子如何看待所处环境 这是一条黄金蟒 对 它也是之前被一个人弃养的一条蛇 来到蝌斗老师的工作室更是大开眼界 小小空间里有这一只被弃扬的黄金蟒 地中海秃头的旋风鹦鹉海歌 超级爱撒娇的迷你滋味圆圆 好 以及很爱生气的展蜥蜴 上百种小昆虫小动物 藏身不同角落 台大昆虫系毕业的蝌斗老师吕君毅 从小开始爱动物成吃 路上捡狗回家家常便饭 出国旅行各地动物园 也是蝌斗老师吕君毅必排行程 只是选择念了最爱的昆虫系 理念和兴趣如何结合 吕君毅咬牙苦撑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只要如何不要让自己饿死 然后如何能跟传统的一些解说上面 跳出自己的一些风格 那时候我才会毅然毅然投入一个 最没有人想要做的领域 就是三到六岁出去 因为这群小朋友他们不容易听得懂 可是他们其实是一块海绵 他们可以很快地吸收 然后他们给你的回馈是非常非常好的 成就感是很大的 像这些小朋友一直牵着你 有些小女生他就说 柯斗老师我以后要嫁给你 会讲这种话 小朋友会男生跑过来 然后在你耳边说 你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然后就跑走了 苦撑下去的 不只是薪水带上坐镜见肘 还有意志力的无限消磨 但孩子天真的回应 却让柯斗老师心里满满收获 他记得我以前教你们 看堂老师的时候 手要怎么做吗 他喜欢做什么 他喜欢爬楼梯对不对 爬楼梯 所以你把楼梯 我们一个一个来 从这边的楼梯来 还没有 你还没有啊 对对对 你还没有 我不知道 你可以 好 不要动 你不要动就好 柯斗老师有介绍什么 瓜苗 还有呢 爬 还有呢 还有蟑螂啊 懂得用小孩语言 互相沟通对话 达到自然教学目的 北部各地县市跑透透 当起自然生态跑堂老师 几年上来 东拼西凑赚足了一百万 直到前年才开设个人工作室 但体制外的自然生态老师 让他每一步都很艰辛 没有固定薪水 只好到网路上找学生 没有课本的教学模式 一开始也让许多家长担心 这个年轻小伙子行吗 辛苦挣来的钱 继续投资买教具 大部分他们 不会给你一个很 因为这个行 这个事情大家听起来会觉得 好有趣哦 你工作好有趣哦 然后下一句是说 可是好像不是很稳定 大家会用不是很稳定 来阐述这个行业 大家不会说 其实不是很稳定 这句话就是你会饿死 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事情 就是让自己活下来 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说 我今天要活下去 钱少 事多 离家又不近 这份冷门工作 客多老师却是爱得甘之如頤 当然支撑他的最大动力 绝对是来自心里喜爱 大自然的热情 我们上次在室内课观察完 马路 马路 一种一种 那个节肢动物 然后观察完之后呢 那时候有一个小朋友 他非常非常害怕 我整整花了三十分钟 用尽各种方法 他都借我一个桥 然后你也过来搭一个桥 搭一个桥 每个人搭一个桥 好不容易把马路放上去了 他也 就OK了 然后状况很OK了 然后当下我很感动的是 那个妈妈下午 他们原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后来决定 带着他们那群小朋友 就到公园里面 然后他们就去找马路 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延续的学习 因为有意义 格外有动力 摆脱规矩 跳出既有的教学框架 磕头老师的自然生态课 挑战体制 翻转台湾自然教育 在吕军毅的自然课里 没有教室的四面墙 反而让学生的求知欲 可以不受限制 无限延伸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也有这一段 梦想不设限的故事 广告回来与您分享 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要来认识这位 勇敢追梦的小木匠 他叫刘玉亨 出身医师世家 身为长子的他 背负家族使命 长大后成为一位医检师 但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个 木工梦 直到他的弟弟 考上了医学系 他才卸下了身上重担 让心中的梦想种子发芽 接下来透过镜头 我们一同走入这个 由木头打造的梦想原地 就木工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什么都想做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做装滑 都是用钉枪跟锁螺丝 对啊 做了一阵子之后 做了差不多十几年吧 就问我师傅说 师傅你会不会做笋接的东西 家具也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没有钉枪跟螺丝 什么都做不出来 然后笋毛就有一个工笋跟一个磨笋 然后能够互相交叉 互相砍进去 笋毛的家具类 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你要用手工作 才有那个纹度 又会漂亮 然后才会有感情 在木头上悄悄打打 木匠师傅刘宇赫 能以前流露出对工艺的热爱 丙气凝神 经过一番巧手 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大块大块的松木云山 切割成各种奇形怪状 创意家具发想就由此开始 我们在做一个家具 做完一定会有鱼料 拿来做一些餐具类 我之前做了一些作品 都是因为老块木二手回收的 然后做完的一些小料做出来 可以做做汤匙 做做筷子 形状独特的汤匙筷子 不只是高质感的块木鱼料制作 每个汤匙的弧度 都是刘玉亨一刀一刀 亲手凿制出来 比如说这个可以挖咖啡豆 有一些也是要挖奶精 因为我们很爱喝咖啡 我看我太太超爱 一天最少要两三杯以上 咖啡豆 奶精或是糖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小巧的 有一些比较造型比较奇怪 就是顺着它木头的 原本的样子下去做 不一定就是方方正正 或是外面很自私的东西 刘玉亨的作品 不只要有创意 还要跟生活结合 手机做也能增添比价 实用又美观 外面买不到 只能客制化定作 令人吃惊的是 像他如此有天分的木匠 并非一路顺遂 出身医生世家的刘玉亨 从国中开始 就展露对木工的浓厚兴趣 无奈父亲从不允许 我的爷爷是医生 然后爸爸也是医生 然后爸爸就想说 我是家中的长子 然后一定要跟他做相关的行业吧 对啊 我有去念也去考了 可是并没有走这条路 其实我并不是 是完全没有兴趣 那当然如果该念的书也要念 那毕业之后 也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吧 那我连license都没有去考 因为真的没有兴趣 小佩卜啊 没有小佩卜啊 小佩卜就是你要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常练习一直练习 做久你就知道了 做一个记号 做记号我要准备去挖孔 刘玉亨自认不是天才 但他是奴隶派的地裁 辞掉一剪时工作的他 后来为了生计 先后开过便利商店 但由于太爱慕工 竟然有兼差当起装潢师傅 悄悄打打还无师自通 一开始没有那么复杂 一开始其实我都是自学 我没有拜师 也没有跟师傅 对啊 我就去看人家怎么做 路边如果有看到 看好看到我就去看一下 原来是这样做 然后就先从我家开始动手 动手完之后就开始动别人家 一开始他只收工钱跟材料费 四处帮朋友装潢接case 同时也慢慢接触客制家具 想不到在朋友间做出名号 妻子周静怡则是他最佳闲内住 一路陪丈夫闯荡木工路 我当小工可是就是地地工具 然后买买水买买便当 我都觉得这样是一个 在看他们这样辛苦的工作 我都觉得很累 尤其是像如果要盯天花板的时候 那个整个姿势是让你觉得 那个不是人体可以承受的 从装潢师傅开始 刘宇亨手工细腻又专业 一路自修 但在过程中 却曾历经惨痛的中年失业危机 已经入不敷出 对啊 然后就会想说 甚至想说要动用 动用那个老师的好朋友 就是可能劝说是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说 你努力过了 梦想你也去做过了 对那可以了 你有努力过 不是没有努力过 可是还是想说 那再坚持一下 好 再坚持一下 最现实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家中两个女儿要养 每个月生活费 压得夫妻俩喘不过气 乌漏偏逢连夜雨 太太含罹患乳癌 刘宇亨误打误撞 找到职讯局 想碰碰运气 因为老师有带我们去 他们的陈列试看 哇 都是我要的 全部都是笋接的东西 对啊 眼睛都亮了 亮了 亮了 几乎我一天 人家上课上八个小时 我大概是十六个小时 都后半那边吧 刘宇恒的木工不求快 讲求古法 回顾六龄年代 台湾曾是家具王国 不少精致手工家具都外销 金石的结构 使它放超过百年都不会坏 如今工艺逐渐没落 当时的损接技术也慢慢失传 你看哦 比如说像我们同样一块 一样大小的木料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结合 最简单的嘛 有 可以直接用胶结合 那胶结合的话 铁定是没有 它黏得住 铁定是没有强度 我在上面如果说放一个重压 重东西的话一压就掉了 那还有什么结构 我可以锁螺丝 锁螺丝结构就比较强 可是再怎么做的话 都没有损接的结构能力那么强 我做就算做这个是最简单的 三缺 我一兜上去之后 胶盒如果是粘住的话 这个的面积会比你两个端面 结合的面积还要大 锁铁 锁铁技术乃鲜明智慧结晶 两块材料一边做损头 一边做损眼 靠摩擦力将两边固定 最神奇的是不需要一针一钉 我要的就是要全损 全部都是损接的方法 结构比较强 而且我对那种结构会 会比较要求一点 对啊 美感吧 然后我想要去做一下 以前的那种老师傅 古时候的那种建筑 那边买到的 不一定是符合我的要求 刘宇恒的手工家具独树一格 像这长凳 不但设计有小桌子 可以看书打盹 座椅部分涂出一块也不浪费 到时候挖洞可以放咖啡杯 市面上绝无仅有 上面可以 可以吃便当 划手机 累了还可以趴下来碎掉一下 对刘宇恒而言 快失传的损结技术之美 正是他苦苦追寻的宝物 我一样有朋友 他说你怎么跑去做那个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心理会他 我想说我就该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而已 那刚开始会比较辛苦 做久的时候就比较自然 到最后我走出了西木工这条路的时候 人家就想说很多人就对我刮目相看 玩木工可以完成这个样子 向往自然的刘宇恒 喜欢接触天然原木 现在专精西木工 职业同时也是兴趣 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在玩 尽管收入不丰 人感到快乐无比 妻子学成后 两人一起开了这间小小的工作教学教室 你看我们的顺床是多少 对不对 图面上给你也是九米 可是实际上做出来是多少 上面是OK的 上面是九米 结果下面是十米 有时候会蛮羡慕他们可以做这种东西的 大家自己会比较喜欢木头的 所以想说有机会就可以做一下木工 木头对你的是什么意思 就觉得那个触感 就还有 它有一种味道 木头的味道 然后摸起来的感觉 比较有疗愈感 从这个是正式 正式 我们从这边看过去的 投影在这边的 叫做左侧室 刘玉亨的教室里卧虎藏龙 学生有飞官 医师 退休教师和上班族 许多人心底的木工种子梦 都在这里发芽茁壮 台大研究生罗潜明跟随老师悄悄打打 弄得浑身木屑也不在乎 为你的耐心 对 全部都是没耐心 对啊 对啊 你觉得最多耐心的手 就是凉吧 然后你每一刀都要谨慎 因为切太多就回不去了 对啊 郭杰明深感损戒的困难 两块木头比例怎么抓 切太多就卡不紧 真伤脑筋 而赖深深曾是纺织厂主管 自己动手做桌子 让他全心投入 也忘却商场的尔虞我诈 学生陈志群的本业则是锁匠 心细手巧 看得出颇有天分 这个是做了四堂半 差不多 从那个猫料开始做 做到这样 做得去就是 可以从木料做到成品 可以看到成品 然后他还可以用 刘玉恒的妻子周静怡 曾历经乳癌磨难 学习木工让他抒发心情 并育后自己也开班授课 专教小朋友 他设计的作品也更女性化 线条柔和 注重美感与实用 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想说 第一个因为如果野餐男 他全部都是木头的话 相对他会非常的沉重 对那你用同样一块木头 其实又觉得他很单调 所以那时候有特别想说 那就是在风边的地方 就是我们让他可以颜色有点跳脱 然后又结合一点 就是有 就是乡村风跟传统的那种损机的那种方式 然后就是像这边就是圆损的部分 夫妻俩忙碌多年 结识不小木工同好 结合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的私园 终于首次举办实声创作连展 对刘玉恒夫妻来说意义重大 经典作品像是中间挖一个小洞的放屁影 不但伸去同去 还有不同高度设计 也称作定婚仪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这么速成 它真的是需要累积的 就像我们在做每一个损头 除了天分之外 我觉得很多还是要靠后天 很不断地不断地一直练习跟努力 对才有可能做到那种 所谓完全契合的那个损 损头结合的技术 其实更酷似夫妻关系 一方前进 另一方就得后退 才能合得天衣无缝 木讷的刘玉恒在妻子生日时不送玫瑰 却送她一套专业早刀 让亲友们都笑翻 哦 美败 对啊 是的 对 消铁如泥啊 可能讲说她很辛苦吧 因为我所实在的 我在她面前讲不出 就很感谢她 对啊 我跟她讲 她或许有听进去 对啊 我都会叫我女儿去跟妈妈讲 我女儿两个年龄还算蛮乖的 她们都会帮我 对啊 对啊 跟妈妈讲什么 对啊 跟妈妈说辛苦啊 谢谢妈妈 对啊 对啊 妈妈煮饭开动之前 一定要说谢谢妈妈 都不会说谢谢爸爸 感谢妻子陪伴追梦 刘玉恒将感谢放在心中 目标就是将逐渐失传的损接技术 透过小小教室传承下去 一生全命只为教学创作 敲破世俗的刻板印象 也敲打出属于自己的光与热 其实刘玉恒想打造的 就是人类生活与树木 可以共存共荣的空间 而您知道吗 也因为这样类似的构想 有一种很特别的银行 应运而生 那就是树木银行 而且在台湾真的有一间树木银行 广告回来 深具意义的概念 邀你一块思考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您听过有这么一家银行 不让你存放钞票 珠宝或是黄金 只能够收融或种植珍贵的树木吗 那就是树木银行 在阿里山国家风景区 真的有一间树木银行 你可以说 它是百年老树的退休乐园 许多珍贵的树种 也会被种植在树木银行 而树木银行的存在 正是提醒着我们 山林资源 就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 永续长存的珍贵资产 感谢您加入 今天的寻找台湾感动力 我是陈嘉宜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